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和锐气的化身 在现代 麒麟也象征着祥瑞 是许多人居家装饰的选择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家中摆放麒麟 而且麒麟的摆放方法也很有讲究 千万不要随意摆放 否则风水不及反凶 那麒麟在风水中摆放需要注意哪些禁忌呢? 又有哪些人不适合摆放麒麟? 跟随大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麒麟的风水作用 在风水化煞物品中有很多锐兽 其作用不同 用法各异 有的锐兽如果用得不当就会起到副作用 有的锐兽摆放在室内 对人有一定的影响 而麒麟在风水中就像万金油 望财 镇宅 画煞 望人丁 仇子 望文等 各方面都可以使用 而且麒麟摆放在室内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对好人起到保护作用 但对坏人却极恶如仇 如发现坏人 他就会咬 因此 家中摆放麒麟 可以望视野 画小人 治坏人 总结起来 麒麟通常有下列风水作用 1.化解犯太岁 将麒麟放置在流年的太岁方位 可以化解犯太岁所带来的不利 例如2020年的太岁方位在正北 在此方位摆放两只麒麟 投朝太岁方即可起到化解作用 2.镇宅招财 麒麟是吉祥的代表 将其安放在家中吉方 有镇宅辟邪增添家中吉祥的作用 不但令屋主事业顺利 连带财运亦会好转 除此之外 麒麟还能替主人挡去治运的煤气 3.化解白虎煞 在家中的白虎方位安放一对麒麟 可化解白虎方的凶性 令宅内居住的人平安 特别是白虎方 被外面的烟囱或尖锐之物冲射到 防止麒麟可有效化解 4.催财升官 麒麟非常适合工作性质稳定的人摆放 特别适合在政府机关 公检法 行政机关工作的公职人员使用 催官时可将其摆放在一马位 是最强的催贵升官的风水物品 5.化解煞气 麒麟最擅长化解三煞 五黄煞 天斩煞 穿心煞 镰刀煞 乌角煞 刀煞 白虎煞 二黑病心服 当洋宅遇到上述煞气 致家人居住不安 随人破财 家庭不和 车祸 血光 离婚等 麒麟镇之可保平安 麒麟是仁慈之寿 成奸除恶保护好人 好人暗奉保护之 恶人供奉反乘处 六 招子送子 在风水学中 麒麟还有望后代的作用 民间有麒麟儿 麟儿之美称 将其安放于卧室之内 是祈求得贵子的吉祥物 此方位应根据夫妻的生辰八字 或属相挑选 不可擅自随意摆放 以免造成反效果 二 麒麟的摆放遗迹 一 以摆在大门口 将麒麟摆放在房子的大门口 头向外 可以挡煞 望宅 主财运 麒麟一般以戏巧为宜 摆放在房子的大门 可以望家中男女之运 但切记 麒麟虽可摆在大门口 但不宜正对大门 以免冲犯门神 使得风水不及返凶 另外 如果想要提升家庭成员的事业运或学业运 也可以将麒麟摆放在电脑办公桌或书房桌上 头朝门口 一左一右放置 二 家里需摆放开光麒麟 麒麟作为祥瑞之兽具有挡煞驱邪的作用 但是想要实现这些作用 必须放置一些开过光的麒麟 未开光的麒麟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在家居风水学中 未开光的麒麟本身挡煞驱邪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可能非但不能为家宅挡煞驱邪 反而被不祥之物占据 从而将作用倒戈相向 对家庭生活的成员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此 切记如果家居设计需要摆放麒麟作为装饰 一定要先将麒麟拿去开光 或直接购买开过光的麒麟 三 麒麟摆放在文昌位和财位 麒麟摆放在书房或者室内的文昌位 一般摆放一对麒麟在书房的桌上 或者办公桌上 头朝门口 尾朝自己 雌雄的话一左一右就行 如果是利用麒麟来催财 可以摆放一对麒麟在财位便可实现 四 麒麟摆放在一马方催跪升官 将麒麟摆放在一马方是最强的催跪升官的物品 可以驻官运畅通 不同生肖属相之人所对应的一马方如下 生肖为鼠、龙、猴可摆放在东北方 一马位为银及东北方偏东的方位 生肖为蛇、鸡、牛可摆放在西北方 一马位为鲨及西北方偏西的方位 生肖为虎、马、狗可摆放在西南方 一马位为身及西南方偏西的方位 生肖为兔、羊、猪可摆放在东南方 一马位为四及东南方 5.麒麟摆放在卧室 将麒麟摆放在卧室之内 是祈求得贵子的吉祥物 6.麒麟摆放在客厅 按照古代房屋摆设 麒麟应该是放在客厅门对面 显示对灵物的崇拜 在家居的白虎方位 安放一对麒麟和化解白虎方的凶性 令宅内居住的人平安 特别是白虎方外面的烟囱 或尖锐之物冲舍道 更加要安放已开光的麒麟 7.不宜摆放在窗外 麒麟在古代不仅是祥瑞之兽 更是一种圣灵之物 对家居装饰品摆件麒麟 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 不能让其受到日晒雨淋 或是肆意地踩踏破坏 因此在摆放时还需要特别注意 要将麒麟摆放在室内安全的地方 不宜摆放在窗外或是窗子上 也最好不要摆放在容易受到损伤 或儿童容易够到的地方 以免对麒麟产生伤害 只有给予麒麟足够的尊重 麒麟才能很好地保护住宅内的人 三、不适合摆放麒麟的人群有哪些 一、火气过旺的人 麒麟看起来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从五行的角度来说 它属性是火 一般比较适合那些性格温柔 或者为人真诚的人使用 这样能有效地助于自身的运势发展 但对于一些脾气暴躁 或者性格极端的人不宜摆放 这样容易火上加火 对运势不利 二、属性为龙的人 同时一些生肖为龙的人 也不适合摆放麒麟 虽然不会起到相冲的作用 但从风水的效果来说 是没有什么用的 同时属龙的人 磁场和麒麟的磁场不相符 否则佩戴后 没什么任何的风水效果 可能还引来一些的不运之气 三、经常生病的人 对于经常生病的人 其自身的气场一定很弱 那么是建议避免使用麒麟的 由于麒麟本身具有提升气场的作用 但对于长期生病的人来说 不仅起不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反而会由于病气过剩 影响麒麟的运势 从而影响麒麟发挥最大的功效 四、为非作歹的人 麒麟是具有灵心的瑞瘦 放在家里可有驱邪催财的作用 一般一心向善的人比较适合使用 这样能增加与瑞瘦的亲近感 若是经常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 就不适合使用麒麟 否则会造成瑞瘦的反感 从而降低自身的运势 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只有正确使用才能起到好的风水效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永远 感谢观看